哈喽,大家好 有股有问这个Dextra 让我们就来看看下 它的股呢 Dextra到差不多100块美金 108块 就从底部这边弹上去 这样很多人 就会开始问 是不是很便宜了 因为它之前 曾经上到差不多400块 现在跌到100块 超过80% 是不是可以捞底 这些都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 它已经是有两根蜡烛 当然现在已经是止电回神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要进场的话呢 还是等它有第二只脚吧 就是higher low 现在这个是low 弹上去回来 再弹上去 higher low 就是第二只脚 它还没有出现第二只脚 可以看回过去历史 就是low tap l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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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真的是不要随便去接到 等第二只脚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更加不要忘记 顶上是很多套牢盘的 很多人买在大概是200块钱以上 很多人等着解套 他上去差不多的时候 肯定是 会被打下来 肯定是会有第二只脚的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